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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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有一天 谁可以把我举高高 是 一博吧 一博来 举高高 一博 我想说的跟廖哥一样 我很好奇 这个拓举应该是想要表达 这个飞在飞机上 然后有挑伞的 在包机里面 对 但是看海豚是什么时候出现了吗 哈哈 倒没有想到这一幕 这个拖举其实是我 我的梦想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选Banamashen 跟他一起排起舞 就是永远就是我跟别人跳双任务 都是我在拖举别人 然后我就想有一次可以有人拖举我 对 所以你看他太强壮了 就是不二的人选对 对对 被举高高感觉很好啊 非常非常 我也想有一天谁可以把我举高高 是 一博吧 好一博来举高高 好 换一个梦想吧 我觉得Banamashen 如果他来给你一个公主包 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 那不用了 好大可不必 no no Banamashen挺累的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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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其实在这阶历史上 只要外国选手来了之后 都会给他起中文名吧 不补就是不补 Rushka就是卡卡 Banamashen 其实现在观众也给他一个中文名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 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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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I've been scared like to do this Yo bad machine so the last one 坏机 and then the next one it has to be a 气 like a ch Okay 坏机器 There you go 他其实给人安全感是很重的 然后他很慢 但是我们两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他 就有一次他跪在地上痛苦 那一天的我们的排练 就是两个人的那种情绪都很 投入在这个音乐和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可以听 听Bad Machine自己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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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your time man It's all good You're good Um Actually this choreography Remind me like all the struggle that I had in the past Um Especially since the day when I lost my father You know It was It was Actually the one Th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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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okay It was actually the one That always like Pushed me To go further My Best Supporters Ever During my fight He has been fighting a lot for me and my little brothers Actually this choreo just It bring my emotion back because I've been losing my emotion for a while Like for many years Because actually I wanted to stop dancing I was willing to stop dancing But since I have done this choreography It gave me the courage It made me brave enough like to keep dancing again So that's why I've been emotional for this choreo And I want to thank him and I also want to thank All the dance féll of China for Are bring me here because You just give me hope gain To keep moving forward Thank you Bad machine you are a bad machine 他刚刚一跳的时候那个动作技巧很有力很给力然后很刚 然后就算是坐在一个椅子上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但可以跳出来这么这么多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很棒 听到这首歌我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 It's amazing song 也刚刚看俊俊到最后快快要摘帽子之前说 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我觉得还不错 我是觉得表演分跟完成分我都是完成度我都是给的20分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在技巧上会没有那么的精彩 而且我会觉得好像跳得过于有一点点平 那也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限制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托举的动作 这个作品来说应该是磨合和配合是比较难的 因为小军军他是跳杰克和编舞 经常会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那刺激机可能一些撞击的动作可能一些卡顿的动作会比较多 在一些托举的地方没有站稳或者是没有做得那么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之间比较难的地方 谢谢队长 快歌街舞又出现了 我脚趾都麻了 这个用的好这个道具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用的好 道具用的最好的一个 yeah 帅哥街舞帅 保艺术的 真是有美的诚帅 对 哎呐 哎呐 刚的 马东姐 他在排练厅里的时候只是 拿那个胶带粘了一个小方块 他们总说这是道具的 但是我也没有看过 当他们站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这个镜子 他们到底该怎么呈现 然后直到整个作品跳完之后 我是意犹未尽的 大型道具往往在这舞台上面会给人一种窒息感 就是哎 会不会道具 大于舞蹈 但是呢整体看完之后呢 觉得他们很聪明 他们运用到了镜子 运用到了故事的这个核心理念 也运用到了光束 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也是一个舞蹈 这对我非常感兴趣 我真的很喜欢 这种舞蹈的舞蹈 和一些中国的舞蹈 非常美丽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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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镜子的想法 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刻 好 冬田 冬子老师 好的 我们四位队长和大师团的 各位老师可以开始打分了 三 三 二 一 一 谢谢 工作人员想来几票 我想知道这个镜子的设计是谁想的 因为我跟杰阳都是跳舞蹈的 所以就想 是不是可以有个点就是我们是 一个人 然后怎么样来表现一个人呢 当时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然后后来想到平行世界 影子 镜子 我们就以镜子 这个点来突出我们平行宇宙的 你的这一个点 所以想到了这个镜子 这个道具恰到好处 不会是为了道具去装饰 但是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很揪心 然后也很 很感动 其实你们给我的感受 跟之前看的《POPPING》作品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POPPING》作品的呈现方式 可以越来越丰富 我挺开心的 对 这《POPPING》跳抒情 但最早跳这种风格的人是廖博吧 我怀念的 对不对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廖老师 点评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一般吧 就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作品 真是挺好的 就像那个 如果我是马东杰 然后一看到就是镜子里的自己 发现自己老了那么多 老了那么多 也会很难受 两个人的实际上擅长的点 和自己身体所发挥的点 还是挺不一样的 因为马东杰更在意小的缘缘 而季扬可能更多重点 在他自己的情绪表达 延展览动 尤其是他膝盖这些点上面 两个人的风格的差异 很容易让人觉得说 这两个人好像并没有在跳棋舞 但实际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 结合相同的点 用不同的风格 来把它创作在一起 所以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 还行 挺惊喜的 那如果让你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96分吧 对 毕博 我想说的跟廖伯一样 分数我俩都一样 对 作品还是很好的 这个镜子的运用非常的好 很惊喜 选歌也很好 就是两个人的情感表达 然后状态都很在这首歌的里面 然后会让我感觉很励志 很感动 很有力量 那我问一下大师团好不好 A.C 其实当时我前面在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挺美的 看这个作品我觉得 我很大的感受是 很多时候就是 自己会很固执 自己要学会跟自己去和解 自己跟自己的情绪要去对冲到 然后最后你们两个一起出来的时候 就会让我觉得就是一种 自己对自己的和解以及释放 这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对我来说 所以你们做得非常的棒 谢谢A.C 这个作品它的巧妙的地方 就在于道具的一个呈现 从我的角度看能看到三个 马冬杰对着镜子跳 然后旁边是一个玻璃的窗 LED打着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 本我 自我和超我的概念 设计的很多那些巧思 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 说实话是我唯一没有投票的 形式有点太大于内容了 因为Gilgar他一直战斗的风格 都是比较Chill的 但他碰到的是小哈利 但小哈利这一轮 他的爆发力比较强 他的攻击性也比较强 所以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吃亏 首先先恭喜马冬杰组 在这一轮抢得7分 马冬杰这一组 其实是最后没有被选择的人 组在了一起 但是他的比较是 好几轮都完全稳住了 他们的这个X team 拿分的这个劲儿是在的 就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对的 好的 我们的总比分现在是 Zico队15分 豆豆队12分 马冬杰队12分 Harton队11分 周玉祥队7分 这个积分会一直带到下一次 所以各位队长 也可以带领自己的队员 回去调整每个队员的状态 调整你们的战术 来迎接下一场挑战 其实分差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随时都有可能被翻唱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分之差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还得百分之一百二十 就必须得去把我们最精彩的 最拿手的东西全部认出去 我们知道这不是结果 我们还在比赛中的竞争 所以当你还在比赛中的竞争 你还在比赛中的竞争 你不能在第一场 连续上的竞争 我觉得我们这个气势上来了 我希望能够再往上冲一下 我觉得在比赛上需要更有那个劲儿 当然现在很冷静的感觉 玩的感觉状态很好 但是你们要考虑到 作为队长你们要带队赢 然后这个分数是很重要的 是关系到淘汰的 因为像我们在之前在带队比的时候 真的每一分每一分 会真的看得很重的 团队这个东西 它跟个人比赛又不一样 需要反省的地方 就是头脑再冷静一点 做出的决定再果断一点 这次也意识到了 也学习到了 我后面也不会回心 也会继续努力的 我认为我们的策略 我认为我们的策略 并不太好 我们学习了一语 马东西 做了 马克 队X 他玩了 他真的玩了 我们 我会回到你了 相信我 先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 你们要传达的主题 是什么 其实 其实我们只是想说 我们来自不同的宇宙 不同的宇宙 但是我们不能 看到一样 但是我们能感觉 因为 永远在宇宙中有关的关系 最后 我们终于能看到一样 但是 已经太晚了 再触碰到一样 所以 这是这个节目的故事 因为刚开始是有 闭着眼跳舞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平衡是很难的 包括其实这个几何画面的 这个情绪是很难调整的 因为必须要把这个气息 压到最沉 然后最稳 才能把这些手的这些角度 点对点地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可能气一过 情绪一过 动作也会没有那么完整 那么好看 所以我觉得整体 我是很喜欢的 整体的编排创意都很好 然后故事也很好 他们的那个想法 确实挺炸的 尤其是有一个画面 我记得印象挺深刻 就是斯文在Ziko身上 钻来钻去 就像一个影子 像一股 就是你能感受到我吗 就是这种感觉 创意 我很喜欢 而且这次又是一个 升级版的这种 Ziko style的一种舞蹈 而且是用斯文的芭蕾基础 我腿的柔软心 完成了这个 这个是属于 只有你们两个 才能做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给了一个 没给过的一个20分 技巧的一个20分 我特别喜欢看这样的新的一个突破 尤其是从这些年轻舞者们中 他们在尝试一些不同的活化 不再做他平时最擅长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种真正的一个 Battle for Hope 的一个概念 对我来说 酷 所以是不是像程轩那长说的 这个舞蹈 你没有选择Dickens 而选择斯文 是因为你们觉得只有他能完成 是的 其实从这个电视节目的第一天 当我看到她 我感觉到她是我的最爱的 所有舞蹈人 所以我选择她 我想更多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 有机会 尝试 这类型的舞蹈人 可以做很多东西 所以我只是 这个机会 与她舞蹈 喂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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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那么也问问斯文吧 斯文跟Zico合作下来 感觉如何 本来觉得他可能是 那种集合比较木讷的 李柯南 然后结果他是很绅士 而且很浪漫的 一个男生 对 嗯 嗯 嗯 法师浪漫哈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 哈哈 其实Zico在节目当中 也有一位老搭档 今天也在大师团这里 对吧 这关系越来越乱了 对 所以这个也得问一下 巴夏龙老师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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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比较严格啊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打了一百分 哇 酷 男人 嗯 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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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文和马晓龙当中选一个 觉得哪一位是更好的搭档呢 Dickens Dickens 你 Ora 你不用选 我去 我觉得 我去 济春林之后 让我们送走退赛的 马晓龙 再见 再见 再见